財劃法已經經過15年都沒有修正 我們認為這個時候是 應該要來檢討修正財劃法 把柄做大 擴大中央釋出給地方政府的裁員規模 來減輕地方政府的負擔 所以我們剛剛開會 大家充分的交換意見跟討論 認為在公平合理的分配 以及一定要考慮地方政府財政貢獻度 以及財政努力度之下 我們認為不需要首度加急 我們有幾個共識 第一個 這部財財法 我想市長當過立委 25年前 中央地方的比例是6比4 現在一路的偏到中央 讓中央集權又集權 到了75對25 所以他適度的 他要放出來 我們目標就是 變成6比4 回到25年前 那個呢我們目前所依照的就是要國民黨辦的一個版本 就是5700多億 這個版本我們會拿出來在超越協商的時候 認真來討論 這是第一點要說明的 第二點我們五位立委有一致的共識 就是全力支持我們台北市政府所提出來的 未來會提的修正動議 只要要台北市政府拿出來的版本 經過我們立委們再仔細的看過 就當過會當作我們力推修正動議的版本 我們有機會 對 如果有機會將公式抹拔